这两年,从5月到11月,买花买肥,挖坑种花,再挖坑移栽,早晚浇水施肥,捉虫与兔子战斗,一开始万丈激情,到现在身心疲惫 既要看美丽的花朵,又要安逸舒适,打造一个低维护或者零维护的花园,迫在眉睫 当下最想拥有的花必须具备这几点,开花时间长,不开花的时候叶子具有观赏性,低维护或者零维护,不招虫子,抗寒 顺着这个思路居然找到一款,学名Aknacea puperi,又名Cornflower 松果菊,原产于北美东部,多年生草本植物,具有直立蔓延的生长习性 在理想条件下,预计寿命为十年,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这种植物通常会在每年的冬天从树冠上枯死,并在每年春天从基部重新生长 早春清理,通过分株繁殖,花头中心的凸起吸引鸟类蝴蝶和蜜蜂 花朵适合切花,尖尖的叶子在整个季节都保持生绿 可以在潮湿的土壤中茁壮成长,也可以忍受干旱 但是无法在阴凉处生长 传统的老品种蔓延生长显得有点凌乱 一导服需要一些支撑 杂交品种紧凑,整齐矮小不导服 许多新的杂交品种的果实活力降低或者完全不遇 小鸟都不喜欢吃 Filling Pink,粉红感觉 花期从5月到6月和9月到10月 Mellow Yellows 淡黄 Shine Sprite 带有红色色调的淡橙色 有点凡的许多新的体装